哇~~ 歡迎來到一年一度金絲貓挑戰賽 每年貓季 這群貓友就會約出來 大家就是豆貓 協辦人阿程跟我們分享 他對今天這場中貓賽的意見 嗨我們阿成啦 我們金絲貓比賽的搞手 今年第四年 我們這代未必認識金絲貓 但上一代這群大叔以前小時候玩得很著迷 第二年春節前後視乎天氣 其實一定是野外足的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就玩過這些東西 沒那麼多錢去玩 高達模型等 很喜歡買這些東西玩童年回憶 鬥貓好像很暴力 但原來金絲貓很紳士 公不會跟拿打的 他只會拿一隻前肢不斷 所以他又叫老毒 公的作用主要都是交配 命很短的 兩三個月 拿就會長一點 有一年都不期的 他們有什麼招式呢? 其實不外乎都是 推、鬥力、張開前肢 插 將對方的腳捆起來 都是一些獵食的習慣 到底一隻金絲貓要接受怎樣的訓練 才有資格踏上這個擂台呢? 強壯的 手腳又長又粗 很有活力 鬥志、心態很重要 可能會選錯的 那都是群經驗 我們會用一些叫嘉華仔 他很明顯是小隻過他 或者不好打那些 令到你那隻貓覺得自己好好打 你的信心會越來越強 老實說 太太會有意見嗎? 其實一兩拍就很少 隔不中可能都會走出來 老婆突然會 你快點起來 抓回你的東西 又出來了 他有特性 又會向上爬的 你永遠都會在天花板上高見到他 只顧著玩 可能老婆又會有意見 有時候等家人睡了覺 偷偷地拿出來 三更半夜 自己眼睡到抓住個籠 睡著覺都會有 你如果不是喜歡他 你是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每一場賽事都一定有輸贏 而每一隻金絲貓 都一定是他們的心肝寶貝 不是只是打架 平時自己捉貓玩樂 其實樂趣都很多 最開心的是看這隻貓 整個過程 捉一隻回來 好像小隻小隻 有本事的 可以養一養一養 可能大很多都不奇怪 真的當他們是子女 每天你就要放牠出來跳一下 每晚可能要花兩至三個小時 拿出來 哇!這隻貓很漂亮 那種成功感就是很難形容的 正式化 沒有了很多森林 要滅蚊 可能要噴很多蚊油 就算是你有心玩 我們都未必去捉得到 去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才可以找得到 自大可能淘汰了這個玩意 不會那麼普及的了 這個百分百純自發的比賽 已舉辦了四年 維繫著他們的是一份大叔的浪漫 猜不到的 我們打算都是十幾個 因為我弄了一個Facebook網頁 用網上的號碼 這樣聚一下聚一下聚一下 好奇怪的 因為我們大家就算不說 十月多 那些人自願意 然後走過來 就算過了一個貓櫃 他們也會喝個叔叔 在這裡喝茶 大家已經做了朋友 那些人很浪漫 那些朋友聚在一起 每年就是十月 中至二月頭 我們就在這裡了